第二百二十集 那个方鼎是什么 叶朝阳好奇地问道 我们家族家传的宝贝 小慧笑了笑说 看她的样子 似乎并没有进一步解释的意思 叶朝阳也没有再问下去 那只飞蛾 飞飞停停一直在前路等着他们 在她的引导下 三人一路翻山越岭 经过了小半天的赶路 最后来到了一处山中峡谷 在一个大的转弯之后 飞蛾落在了一棵树的枝头上 身上放出了一丝丝的红光 身体好像粉末一样 在风中化去 直到完全消失 死人狗就在那边了 小慧伸出手指指向峡谷伸出 不用她指引 叶朝阳其实也已经看到了 不远处 在两座峭壁的中间 涌动着一股浓肿的黑气 湿气 但更多的 还是人为制造出的煞气 叶朝阳赶着了一番 说道 煞气我能理解 应该就是蛊毒的气息 但湿气是什么 那位血骨狮王吗 见小慧点头 叶朝阳更加吃惊 那狮王不是埋在地下吗 还能有这么强的湿气冒出来 这他妈得多神的修为 小慧说 这血骨狮王 跟一般的狮王还不一样 据说 他是第一代的血巫师 受限将至的时候 给自己下了一道血骨 此后 以自己的尸体为技术 炼成了血骨狮王 而且他存在 至少有一两千年了 所以 叶朝阳暗暗呼吸 用这么邪的修炼方法 修炼一两千年 这他妈是什么概念 看着黑气浓郁长度 祭祀活动 应该很快就开始了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这就走吧 不过 要小心一点 小慧从背包里 磨出一个粉包 里面装的是一种 红色的粉末 他用手扎了一点 替叶朝阳 磨在了脸上 和脖子上磨了几刀 这些脆气粉 能帮助你们引去生气 那些血巫师 可是很敏锐的 我们得小心一点 暂时不能让他们发现 他为叶朝阳磨粉的时候 两人离得很近 几乎快贴面了 叶朝阳微微睁开了眼睛 打亮着他光洁的脖子 和小巧精致的五官 小慧一低头 发现了这件事 脸上却是飞过了 两朵红云 把粉包丢给他 你自己磨吧 脸上脖子上 手上都磨一点 等两人把脆气粉磨完 小慧带着他们 向着峡谷潜行回去 对了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里为什么叫死人沟呢 小马一边走一边问道 小慧解释道 这个山沟 水枯则困 是一处天生的养尸地 也非常适合修炼古术 而且地形很隐蔽的 所以之前有一群古师 跑到这里来居住 修炼古术 这群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了 但是后来 有几个血巫师 看中这块地方 想把血骨尸王的棺材 牵到这边来 之前那批古师 当然不敢 双方爆发战斗 这群血巫师 在山沟外找了一个地方 用活计的方式 唤醒尸王 一夜之间 杀光了所有的古师 据说有上百个 当时横尸遍地 后来我们家族赶来 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斗败了血巫师们 把活着的赶走 然后 把之前死掉的人 就得掩埋了 因为山沟里死人太多 所以干脆 就取名叫做死人沟 一夜之前 杀光所有古师 叶少阳心中的震惊 达到了顶点 突然间想起了什么问 他们败走的时候 那尸王怎么样了 小灰说 他们败退的时候 偏死带走了 尸王的棺材 幸好当时 他们没有足够的灵力 唤醒尸王 不然 我们家族 可能要全军覆没了 突然 叶少阳的手机响了 反倒把叶少阳吓了一跳 他原本就没有 玩手机的习惯 进入大山以来 几乎已经忘了 手机的存在 电话是谢雨晴打来的 接通之后 就劈头问道 到哪里了 叶少阳回答 快到死人沟了 谢雨晴立刻生气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早 打电话给我 叶少阳挠了挠头说 我想着到地方之后 先探的情况 再给你打电话来着 着什么急 你再往前走 就快没信号了 你说我急不急 叶少阳一愣 随即想起 他在自己身上里 装过一个定位芯片 能够监察到自己的位置 当即告诉他 死人沟就在我的北边 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 你们来了就可以看到 我建议你现在别来 我先进去看看 有什么情况 我会到 再到这边给你打电话 谢雨晴同意 告诉他 自己就在离死人沟 几十里远的一个镇子上 随时可以出发的 挂上电话 继续赶路 来到死人沟附近 手机果然没了信号了 从外面看去 死人沟与普通的山谷 没什么两样 只是里面笼罩着一股 阳光照不进去的黑气 山谷里一片死寂 没有外面的鸟叫缠鸣 连一丝风也没有 就算是身为普通人的小马 也能清楚地感觉到 山谷里的气氛 与外面毫不相同 死人沟的两边 是两座几十米高的小山 但是临近死人沟的一面 是刀枭一般的峭壁 叶上阳暗暗观察着 心意想这样一来 想要进入山沟 就只能走正面了 小灰指了指死人沟 左边不太陡峭的山脊 我们先从这上去 看看山沟里面 现在什么情况 再多打算 叶上阳二人当然没意见 于是开始爬山 刻意走向靠近悬崖的一边 能够观察到下面的情况 小马往下看了一眼 就两腿发转 躲到里边去了 走了不到几十米 峡谷里面就开始 有人影出现 是两三个身穿黑衣的人 守在一道山门的两边 山门后面有一条小路 一直通往山沟深处 叶上阳恍然 原来这一例子 还是死人沟真正的开始 那就是血巫师吧 叶上阳趴在悬崖边上 正想仔细地打量一下 这两个血巫师的特征 突然耳朵动了动 猛然回过头来 看着小慧说 有人从后面过来了 两个 说完 目光在附近搜寻进来 最终找到了一块 大点的岩石 招呼二人一起过去 躲在后面 等了不到一会儿 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越来越紧 感谢观看